今天我們聊一個話題就是愛情 這永遠是一個混淘 這個課程是學完了 那我們從小就會看到很多的童話故事 我們聽過灰姑娘的故事 白雪姑娘的故事 童話故事 王子跟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欸!問題來了 王子跟公主等等 其中一方要有能力的 還有呢 童話故事 他會告訴你 從此以後 從此以後 會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在這邊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童話故事 拍到一半 就是他們結婚 然後就用這句話帶過 從此 他們就會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可是如果他們再拍下去的話 兩個人在一起 必須要有很多很多的包容 諒解 信任 還有能力 要有目標 要有文化共識 今年來看到很多 離婚的日子 世界到底怎麼了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之前我看過一篇文章 以前呢 東西壞了 我們是拿去修理 而現在東西壞了 我們是丟掉換一個新的 現在的社會就是很多這樣的問題 當兩個人或兩個夫妻 面對著一個問題 他們就會選擇離婚 因為了解而分開 那你可以根據下一個部分講嗎 我個人覺得 男女的問題是永遠存在的 男孩子永遠覺得 女孩子不理取消 女孩子永遠覺得 跟男孩子不細心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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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個問題就好 全世界最難回答的問題 而且我相信很多的情侶 都因為這個問題而吵架 你猜到了沒有 就是 等一下我們要去哪裡吃 男方一定會問 呃 你決定咯 沒有關係的 你要去哪裡吃 我們去哪裡吃咯 而女方一定說 呃 沒有關係的 你決定嗎 我都可以 這時候問題來了 哦 都可以哦 這樣我們去ABC餐廳吃啊 哼 不要 我才不要去那裡吃 蛤 啊 剛剛女生說了什麼 沒有關係 那你決定啦 我都可以 看到沒有 這個是每一個 情侶一定會面對的問題 沒變耶 這就是男生 跟女生的差別 所以呢 男生 就要多放鬆 女生 因為 Women always right 男生 永遠也講不理他們 所以 省一點口水 好好的 你疼自己疼 哈哈哈哈 好啦 祝大家都可以 開開心心的part talk 都有幸福美滿的日子 謝謝大家